这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一份民国黑老大逛青楼喝花酒的真实影像 曾因为尺度过大色彩逼真被禁播了一百多年 在摄影机的镜头下 两位花枝招展的女子扶持着四位男子 悠闲地享受着桌上的美食 正中央坐着当时全上海家喻户晓的黑帮大佬 此刻二当家正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陪着老大 而两名手下因为肚子里缺油水 这会儿正以一秒三筷子的速度疯狂地洗劫着面前的饭菜 为了多赚取一点赏钱 左边的女子开始献媚 她先是提起酒壶敬了黑老大一杯 然后媚眼如此又夹着一块肉送到了大佬的嘴里 这一顿操作下把旁边的二当家看得眼睛都直了 下一秒隔壁的妙邻女子心领神会 微笑地把肉递进了二当家嘴里 伴随着一阵公愁交错 席上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期间由于没有人伺候 两个小弟居然自顾自互相敬起酒来 恰在此时一个小插曲出现了 由于没看清盘里的菜 妓女居然把一块骨头送进了黑棒大佬的嘴里 只见大佬眉头一皱 嘴巴里吐出一个硬物来 正当众人惊恐时 没想到大佬居然毫不在意 笑着又与大家喝起了酒 那副清河的模样全然看不到一点架子 在众人的起哄下 两名青龙女子开始轮番地喂大家酒 作着口中的香气望着面前的美人 这股劲别提多滋润了 说着一旁的二当家就上头了 居然不顾往日军师的形象 撸起袖子和女子划起拳来 别说还挺有模有样的 看到自己的小弟玩嗨了 大佬也开始了才艺表演 只不过这划拳的本事实在是不敢恭维 一个回合就败下阵来 笑得对面的美人花枝乱颤的 一杯接一杯的灌酒 这幸福的场面 看得两名手下止不住的饭酸 看来当老大还是舒坦 自己要努力了 一盏茶后 酒席在欢快中迎来了结局 对于两名青龙女子而言 这不过是人生中的缩影罢了 至于黑老大在那个乱世岁月里 每顿饭都可能是最后一餐 这是青楼女子服侍达官贵人的真实影像 因为尺度太大 场面相眼逼真 被进播了一百多年 画面拍摄于京城某四家小院内 伴随着锣鼓点 一位妙龄女子身着薄纱 以泥曼妙的跳了起来 她时而婉颜一笑 时而花之乱颤 双手如浮风细柳 随着鼓点轻轻晃动 手中的卷帕上下翻飞 看得人眼花缭乱的 不同于一般的舞蹈 女子时不时的扭动腰肢 媚眼如色的望着客人 这含羞歹骚的模样 深深吸引了一旁的达官贵人 只见她两眼发直 死死的盯着面前的美女 手中的烟带锅子都快烧手了 也全然不顾 由于衣衫太过单薄 在烟制味的烘托下 现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在妈妈的暗示下 女子不停地转过身 展示自己傲人的身态 现场看得众人鼻血直流 由于阶级森严 这等场面 普通百姓是看不到的 能到场的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单单是女子的装饰 就可见一般 金玉发拆 江南的面料 还有那手绢的锦帕 个个都价值不菲 仔细瞧 她那双轻轻玉手 居然是一排长指甲 可以看出 她装扮了时下最流行的指套 据说太后老婆也最喜欢穿戴 黄金珠宝锻造的指套 慢慢的 这套装扮流行到了民间 逐渐成为了青楼女子 争相模仿的典范 华贵间不识风月 其效果和今天的美甲格外相似 正当众人意犹未尽时 一声裸响无曲结束 只见女子卷起手绢 缓缓地落下双手 下一秒 人群中传来阵阵掌声 女子垂首舞门已居 缓缓退下 对于她而言 取悦贵人们就能获得一餐饱饭 自己的命运虽然可怜凄惨 但好过冻死街头 食不果腹 而这已经是当时许多民国百姓 最大的心愿了 这是一百多年前 清朝人被大烟蚕食的真实影像 因为尺度太大 内容过于刺激 被进播了一个世纪 其拍摄于1902年 画面中 男人们悠闲地躺在床榻上 享受着烟土带来的幻觉 由于常年稀释 各个古兽如柴的头发昏黄 可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着了魔般 紧握着大烟枪 一口一口用力的吸着 席间忍不住吞云土 彻底忘却了妻子儿女们 这些人中 有啃老的 有败尽家财的 还有的为了一包烟土 卖儿卖女 甚至劝妻子改嫁 这其中不乏各种皇亲国际 起初他们只是赶时髦逝了一口 没成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沦为了大烟的奴隶 那些跟着老辈 从上海关里打尽的八旗子弟们 一个个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排着队的 吃起了大烟 房子抽没了 铁杆庄家抽没了 连祖传的配刀配件都当了 甚至一些大家闺秀也染上了烟瘾 一个个不顾形象 端起烟枪就吃了起来 直到朝廷幡然醒悟 开始在全国展开禁烟运动 可此时已经为时过晚了 由于腐败无能 官员们一个个中饱私囊 与洋贩子夯瀉一气 致使大烟蔓延全国 以至于百姓的身子骨 一年不如一年 你敢信吗 镜头前的两个男子 居然年仅二十岁 但他们沧桑的外表沟楼的身躯 还有那无精打采的神态 简直和七十岁的老人无异 再看左边的男子 他连拿烟枪的劲儿都没了 两手探斗浑身哆嗦 这风一吹都能倒 而右边的男子 前一秒还闭着眼睛痛苦身影 下一秒抢过大烟 就死命的作了起来 这哪里还有半点人模样 相较于此二人的状况 家中的妻儿们更是倒了血霉 由于常年泡在烟馆 工作丢了 装甲慌了 家里早就断粮多日了 一些女子不得不带着孩子流浪街头 靠乞讨为生 样貌俊俏的尾身青楼 靠姿色换取粮食 这就是民国时代真实的生存状态 由于国家混乱 政府腐败 老百姓只能招不保息 过一天算一天 与他们相比 我们今天的生活简直是天壤之别 不仅食物充足 而且花样繁多 吃饱喝足了 还能扭一扭广场舞 去KTV呼朋唤友 潇洒一番 真是应了古人的那句话 宁做太平犬 不做乱世人 对此 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 无见不散